好 懷疑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劈腿 结果这个促男纠缠还挨刀了 就是台中这位男子 因为怀疑女朋友 交到另外一位正姓男子占便宜 多次去骚扰人家的姐姐 没想到就在再度上门的时候 这个正姓男子的姐姐受不了了 他生气之下 就还拿出了水果刀来攻击 双方街头大打出手 最后包括打人的劝诈的通通挂彩 桌口监视器拍下冲突现场 只见四个人扭打在一块 在街头上演全武行 双方相互推挤 发生肢体冲突 还不时对骂互呛 谁也不让谁 只见身穿短裤的女子 突然从机车的置物箱 拿出了一把水果刀 在黑色上衣男子面前 挥舞仕途攻击 一旁的友人见状赶紧劝架 这火气越来越大 男子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扫把 不甘示弱出手回击 但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在街头大打出手 原来是画面中 这名身穿黑色上衣的陈姓男子 怀疑女朋友遭到正姓男子 占便宜 气不过多次找上了正姓男子的姐姐理论 让她不堪其扰 双方疑似因为感情因素 诚信男子不满女友被占便宜 早就纠缠不清 多次的暴力相向 想讨个公道 但拳头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还是警方出面 将所有人统统带回征讯 中天新闻六人公寓的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